根据菲律宾媒体3号报道 菲律宾警方已经掌握了涉嫌绑架并杀害中国公民的相关人员的线索 菲律宾国家警察发言人法哈多说 遇害的是一名中国公民和一名美籍华人 他们在6月20号抵达菲律宾和潜在的商业伙伴会面 随后其中一人的亲属称两人遭到绑架 据称绑匪索要500万元人民币的赎金 随后降至300万并已经支付 但此后再也联系不上绑匪 受害者亲属随即向警方求助 6月24号在菲律宾南部发现了两名受害者遗体 法哈多称警方尚未确认作案动机 但在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协调之后 菲国警方反绑架局已经开始调查此案 并且已经掌握了涉案相关人员的线索